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超过95%以上的几率 美国会进行2017年第一次加息 因此在正式的会议召开之前 目前全世界的股市基本上都是保持不变 昨天澳洲股市是轻微的下跌 中国股市轻微上涨 欧洲和美国几乎原地不动 黄金没有它的改变 只有石油价格出现进一步的下滑 所以说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全世界都是在屏息等待着 今天晚上或者是周四凌晨早上 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那么在今天我们跟大家着重讨论的话题 首先来说一下的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经论经济的周期问题 我们从很多的媒体上或者书本上 或者是我们如果是对于金融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能是听说过 这个经济发展周期这么一个次语 好像每隔大约是七八年都会有那么一次回调 那什么是经济周期呢 我跟大家用简单明了的话来说 经济周期其实就是一个 经济由慢慢开始发展到发展很快 再从快到慢 最终经济衰退 然后最后从衰退之后再绕一个圈 回到重新起步 这么一个呢 无限循环的过程 那为什么说这个经济会有这个周期呢 那么根据发达国家 过去几十年的统计来看的话 平均是每到七到八年会有这么一次 那就像刚才所说的 为什么是七到八年 不是十七十八年呢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但是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 每隔七八年所发生一次周期的变化几率 是最大的 那可能朋友们要问 为什么会有这个几率的变化 或者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周期呢 主要呢 是由于投资者或者消费者 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 那如果我们再刨根问题 为什么这个投资者和交易者 在心态上会发生变化呢 其实这个问题 就要涉及到一个更加悬的话题 就是说到了人性 我们知道呢 不论是投资者也好 消费者也好 他都是人 他并不是呢 这个屏幕之后的电脑 是人去商场消费 是人去选择投资 那既然呢 是人在参与 那自然就会呢 毫无例外的 受到感情因素的波及 比如说人会有焦虑 会有骄傲 会有担心 会有害怕 等等这些因素 都会影响到呢 每一个投资者 或者说每一个消费者 在做他们自己决定之前的一个行为 那么单个群体可能影响并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是所有的人 都会因为这个人 本身的性格而产生影响 那么这最终对于经济来说呢 也会造成一定的变化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们是买入中国A股的其中一个股票 买入之后呢 第二天是涨停 第三天也是涨停 在连续多天的涨停之后 相信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心里第一想法就是 已经连涨了这么多 那接下来肯定是应该回调了吧 可能每个人的极限承受能力不一样 有的人三次涨停之后 就会觉得他会下跌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五次或者八次 但是最终 伴随着他上涨过程中 不断的上扬 我们的怀疑心 我们的猜忌心会越来越重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人性 那当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会下跌 即使他的目前气势如虹 但是只要大家都在卖出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呢 他上涨也会再次改变成为下跌 那买股票是这样 其实在经济周期中 这个原理也同样的适用 我们知道呢 要是很多的投资者或者是消费者 觉得这几年经济增长不错 但是已经增速这么快 连涨了好几年 未来是不是应该回调了 是不是应该休息休息了 如果有这个想法的人占据了多数 那毫无疑问的是呢 他们会缩少开 缩减开支 他们会开始存钱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消费减弱了 经济的活动周期 活动 经济的活力也会放缓 周期呢 就自然而然 就会来临 所以说啊 我们都知道呢 只要有人的地方 那肯定就会有情绪的变化 一旦有情绪的变化 它就会涉及到这个经济的周期 那可能 这个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要问 那为啥像中国和澳洲 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都没有一个明显的衰退呢 难道他们就不适用于这个经济周期吗 其实呢 虽然我们看到澳洲或者中国 没有过明显的衰退 我们指的衰退呢 就是经济出现了负增长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它虽然没有负增长 但是经济增速 也是在几年之间 会有一个来回 会放缓 或者呢 会提速 那为什么澳洲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面 一直是连续的增增长 而没有出现过负增长呢 这个其实啊 是由澳洲的这个经济情况 或者说是经济国家类型来决定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一个矿产资源国 因此呢 它很多的经济的支柱产业 是来自于它的矿业 那么我们知道 作为澳洲最大的买家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地 一直呢 是在做一个城市化的建设 就是呢 把农村改造成城市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是需要无数的资源和钢铁 以及呢 铁矿石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在过去三十年 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 澳大利亚 就是搭上了这趟顺风车 所以说 中国连续三十年的 城镇化建设 也是帮助了澳大利亚 在过去三十年中 连续增加出口 它的铁矿石 那么作为只有一个 两千多万人的人口 在这么大庞大资源需求的帮助之下 自然经济呢 就会一直好转 这个原理 我相信可以同样适用于石油国家 以及呢 其他一些关键性的战略资源国家 那为啥又说到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 也没什么衰退呢 其实我要说的是两点 第一当然是我们知道 中国之前在改革开放之前 基础相对于薄弱 因此作为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 你不可能六七年七八年 就可以发展好 你的城镇化建设 少说要三五十年 甚至于上百年的时间 才能达到呢 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 因此从1980年到现在 虽然经历了37年的发展 但是中国的城镇化建设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也就是说 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 依然非常之大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点的话 也是我们之前所强调的 人的因素 我们知道 大家如果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 三人城 说的就是 如果同时有好多人 说那边有一只牢 那众人就会相信 那边有一只牢 那事实上的话 只要众人对于未来的经济有信心 对于未来的发展 还是有希望 只要有这种形态的存在 那么我们可以说 经济发展周期中 经济由快变慢 这个步骤 就可以被延长 而中国呢 恰恰就是在过去的30年里面 不断的是给予民众信心 告诉大家 今年会更好 发展还会继续 中国会更加繁荣 因此 绝大部分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呢 对于未来充满的信心 正是这种信心 使得呢 经济周期中由快变慢 这一个步骤 得到了无限的延长 但是我要 这里还得要说明一下的是 最终我们没有办法违反经济规律 虽然我们可以无限的延长 或者说长时间的延长 这个由快而慢的步骤 或者说由慢到衰退这一步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我们最终必须来面对 这个经济周期中最后的一步 可能这一步对于现在来说 代价会非常惨重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包括高企的房价 包括现在呢 民营企业大量的倒闭 包括现在资金大量的外移 其实都是民众一种 性情流失的表现 所以说一旦这种信心流失的表现 超过了信心的那种 对于未来的增强繁荣的信心 那么毫无疑问 我们将会面临最后一步越来越近 所以说我们知道呢 引用一句这个金庸先生 在叫江湖中一句话 就是说有人的地方呢 就有江湖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经济中 只要经济中有投资者和消费者存在 只要有人存在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 经济周期 这个概念 就不可能得到避免 那么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毫无疑问呢 今天晚上有巨大的重要事件 首先是11点30分 美国的通胀数据 以及他们的零售业数据 再就是呢 重中之重 就是美国的澳洲时间 明天凌晨5点钟 也就是美国 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那么相信从现在的百分比来看 有超过9成5以上的可能性 美国会在明天的会议上加息 那么届时呢 我们相信市场将会有巨大的振幅 因此在今天短期之内呢 如果大家目前手上没有太多参位 我们是建议大家 目前暂时不要操作 规避风险 等明天最终结果出来之后 再做决定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演兵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